据央视新闻6月22日报道 近日央视总台央视记者王刚 登上了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 用镜头展示了舱内舱外的震撼画面 报道中出现了从空中浮看海南舰的甲板的镜头 8架直8C舰载直升机同框出现 其中5架降落在起降机位随时准备起飞 海南舰的甲板布局和航空母舰类似 采用紧凑型的编导式布局 最大限度提高甲板作业面积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 海南舰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和执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配备有导弹 舰炮 电子战等武器系统 具备较强的自防御能力 随后央视记者近距离拍摄到了舰机协同巨链 首批辆架直升机依次降落在2号和5号起降点 记者在位于2号点位的安全距离拍摄 虽然做好了准备 但还是被直升机悬翼卷起的风吹得站不住脚 飞行结束后 甲板上各个岗位按规范流程固定飞机 转运至停机位或机库 两栖攻击舰海南舰的如猎 使得中国海军装备体系 特别是两栖作战编队力量更加完善 军事专家杜文龙表示 075型攻击舰的服役 可以与中国现有的四艘 071型登陆舰形成强大的投送编队 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 中国远洋两栖作战的能力 继续挑战的当然是 19 1946中继续役 чуд石之后 屡下的確 possible